各位好 欢迎收看《街谈相议》 我是李肃 今天我要和光诚谈一谈刚刚出台的三胎生育政策 光诚 你好 你好 李肃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光诚 上一次修改一胎化准许生两胎是2015年 七年以后的今天再一次开放大门 准备让一对夫妻准许他们生三胎 为什么连连开放呢 我想很明显中国的人口持续的减少 这个已经跌破了奥地利人口学家 卢慈所说的生育率陷阱 那这个一旦 他之所以用生育率陷阱这个词 就是说一旦跌破1.5%的出生率之后 你想再恢复到正常状态 那是就像从陷阱里爬出来一样 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正常的社会人口出生率应该维持在1.2.1 这个标准之下呢 社会人口不增也不减 差不多维持一种正常平衡状态 那由于中共的暴力政策 导致现在这个生态彻底的被打破 那现在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那你说共产党他说不着急是假的呀 所以这样调整就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还算正常 当然在中共这样一个不正常政权之下 做任何正常的事情我们都觉得有点反常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政策调整是15年 但真正的实施是16年 所以说7年都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仅仅只有5年多的时间 对 他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那一次就是说要放开生二胎 其实那次没有多大动静 大家并没有感觉 他们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也觉得说 这一放开这个二胎 这个一胎化强制执行这么长时间 那么现在要二胎化 这个好像是他们也不想承认他们自己这个错误 但这一次这个三胎相当的高调 而且呢 这个通过的这个手段呢 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上一次他们是中共的十八大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里边 只提了那么一两次 非常不起眼的提了 说放开这个二胎政策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用他们自己的话讲 计划生育是他们的国策呀 他们轻描淡写的就说了 我想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严重 但是他们已经说了 就是说这个人口老龄化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人口老龄化 但是可能这个严重性估计不足 所以大家可能印象不是那么特别的 这个甚至什么时候执行的 大家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由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开了一次会来宣布这个东西 这个手段都不一样 政治局直接 因为他也不想再去等这个全会 全会一年只有一次 他不想等 看样子是有这种迫不及待的那种感觉 光成你看呢 他们要根据这个调整 各地方再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系统 对那这一次呢就不一样 这一次直接由政治局一开会 就把这个说出来了 也不用等全会了 什么都不用等了 完全是一种就是惊慌失措 迫不及待的感觉 光成你看呢 对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这一次人口补差 可能是让中共真的有点恐慌了 因为这个人口的持续的下降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们看到这些数字 去年的人口出生率才1200万 前年是1465万 一年下来出生率下降18% 这个如果继续下去 你想想明年是不是就跌破1000万了 或者明年的数字是今年的出生率 那你想想按照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奥利利学家所说的这个陷阱 跌破1.5就坠入陷阱 没有办法再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而我们看看他现在公布的数字 好像去年的出生率只有1.3% 多么可怕 不怕是假的 所以这个情况一旦出现 你是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逆转的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中共这样急着撇开政府 撇开国家去推出这样一个政策 总的来讲还算他有这么一丁点良心吧 他没有彻底的被魔鬼占据 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他都在讲啊 说韭菜不够了 他要割韭菜也要维护这个统治 他还要所谓的振兴中华呢 还要在世界上这个振兴中华呢 没有人没有这个人给他去割 没有韭菜给他割 没有人给他做这个经济的后盾 经济的基础 他也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更想的是说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统治 这个在世界上称霸的这个想法 能不能实现这个人口实际上是很重要 他们时时刻刻在强调所谓的人口红利 现在这个人口红利慢慢不见了 他们很着急 我倒是这么看 对 我首先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对 我说的这个 我说的这个还算有这么一定的良心 是相对于原来中共从来都是不改悔 甚至就是说这个 他宁可再让这个中国的出生人口 再降低个几百万 然后等着那个全会 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是干不出来啊 他也干不出来 那倒是 但是对 这个相对于魔鬼来讲 我们说嘛 一贯做坏事情的一个魔鬼 突然不是说他做了好事情 完全不要这样理解 这样人也错了 就说他没有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那么坏 做得那么坏 我们就觉得他有进步了 是这个 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不要理解成 你怎么还帮这个魔鬼说好坏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啊 是 所以实际上中共这种人口红利的消失 人口的老龄化 你看看这个中国的数字 现在好像是2.6亿老人吧 对 按照中国老人 你去看看中国界定的老人的概念是多少岁 然后你再去看看中国人平均寿命是多少岁 然后你再想想 从老人的概念到平均寿命还差多少年 多少年之后 中国的老龄化又是多少人 那这部分人没了之后 中国的人口是个什么状况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不管是从中共的这个 这个什么人口多力量大 什么这个 鼓励多生以及到后来的强制的暴力寄生 已经把中国的自然生态 生日生态全部给打破了 完全是一种人为的破坏 而这种破坏的后果现在迅速的 而且越来越多显现出来 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 他上一次呢二胎化 就从这个一胎化到二胎化呢 是这二胎化是在五年多前吧 或者说六年多前这个时候 五年多前 五年多前他是二胎化 那明显呢 这五年里边 这个二胎化放开二胎 没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他已经发现了有问题 他已经发现了老龄化 这个出生率不够的话 使这个社会老龄化会严重的这个加速 但是到现在咱们说他快也算是快 但是说慢也是够慢的 现在才想起来这个三胎 而且这现在是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后 我们那个时候就说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 他公布数据就晚了 拖了一个月 我们自己就已经感觉到 中国共产党又要撒谎了 背后有问题了 对 就觉得他有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 积极出台这个三胎 这个明显就证明 他前面那个数字的的确确有问题 他不好说了 所以现在急急忙忙出来一个三胎的这个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明显的是说 由于二胎 放开二胎那个政策 没有奏效 所以他才有三胎 这个又是一个失误 实际上就是说在他做决策的时候 又是一个失误 他现在就是说 用这个周孝正教授画讲 就是一个失误 接着一个失误 他这个并没有就是二胎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他现在才这个三胎的问题 我就是说他这个整个这个决策机制 是不是有严重的问题 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他看到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为什么没有采取迅速的措施呢 首先中共这个体制就决定了这一切 中共的体制是非常非常僵化的 很多时候他是听不进人话的 你跟他说这件事 他以为你另入所图 你跟他说这个事情 他根本就不相信 他以为他自己看到的是对的 这就是一个独裁者 他的本性 其实你还记得当年这个秦二世 当有些学者上书告诉他全国现在是这个民怨沸腾 民怨沸腾啊 然后说这个到处都这个怨声带道 刀兵自弃 跟他说这些话的那些书生反而遭到他惩罚他不信 最后有个书生看看实在没办法了说 跟这些人 他说的都不对 你收到的报告 背下你看到的报告是对的 都是天下太平 现在国太平安 你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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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听了很高兴 结果呢 等着一退 从电上下来以后 其他的学生就 这些年轻人就问这个 说你这个年轻人 你怎么都不负责任啊 明明文国家现在造了这样一种自处刀兵自弃 这个危在旦夕 你为什么还跟他跟胡亥这么说 他说你看不到 你们说那些他听得进去吗 你们非得把头搭上吧 你这么告诉他 他多高兴了 所以就过去了 结果很快 这个起义军杀到咸阳 对吧 挺失灭亡了 其实共产党独裁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同样有这个问题 他是人话听不进去 什么事 你在事先 在他完全失去控制能力的那一天 到来之前 他以为他自己非常强大 他以为他自己非常英明 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解决 什么都看得很错 但现实是这样吗 根本就不是 中共这独裁政权 这些年下来 他的上空下达的那个通路 已经彻底堵死了 正常的信息传不进去 乱七八糟的假信息 可能会传得比较自由 所以 这个导致他们 不能够抓住机会去 及时的纠正错误 那也 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 还有就是说 共产党本身 现在里边负责的人就少了 什么阵型国家 什么国家复兴 那都是 在台前说的 真正走到台后 每一个中共官员考虑都是自己的意义 他怎么可能去真正说为了让你的家变得更好去真正的去努力去进言 我一次说了你不听我说第二次了 二次听了我不听我说第三次我继续这样 这个环境就不存在 不存在了以后 就出现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问题发现晚了 还有可能是明知道问题存在 反正也不是我的问题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那样的态度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是 说到这个听不尽人话 鬼话 倒是听得挺真真切切 我倒是非常有这个感慨啊 就是最近呢 他们这个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 说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中国研究院的这个院长张维为 去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去了 张维为是什么人呢 学术骗子呀 这个家伙在国外学习的这个履历 通通是假的 满嘴的谎话 满嘴的大话 满嘴的阿谀奉承 这么一个人普通的人都看到的 都对他不齿的 所有的有学术良心的人都为有这样的一个人作为所谓的知识分子 感到非常丢人的 恰恰他登了大堂了 他跑到中央政治局去讲课去了 中央政治局愿意听一个学术骗子的话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这是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他这种骗子他讲的那些话根本经不起推敲 这个我我跟那个周孝正教授在这个李肃挑战周孝正这个节目里边 对他这个主要的观点一一都驳斥了 根本他站不住脚的 但是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请他去讲课 这匪夷所思 那么今天光诚讲这个东西 我只真有感慨 人话听不进去了 这种状况下 这种骗子大行其道 真的是让我们这个感慨万分 这么大一个国家 十几亿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党这样的一个领导机关的领导之下 那个前途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前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担心 现在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 其实实行了是几十年了 那从开始的所谓的开始是说可以生两胎 后来变成一胎 现在又变成两胎 又变成三胎 这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了 已经是一个失败的所谓的国策了 中国共产党犯下了重大的失误 重大的错误 可以说这个错误不亚于文革犯的错误 有人统计说 在这些执行这个所谓强制的计划生育这个过程中 接近三亿的人少生了接近三亿的人 我们今天现在可以看一看 如果咱们假设说那三亿人都生出来的话 大概中国的所谓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就不应该有了 就不会有了 当然这是后话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当然这个数字也没有一个100%可靠的数字 对没有 根据中共魏纪委自己公布的数字 说他们执行这个暴力寄生30年来 中国少生了360亿人 你刚才说的数字是近乎3亿人 所以他自己的这个统计魏纪委的这个统计 也不是一个全面的统计 还是不全面的 所以这个真正的我觉得 中共这个暴力寄生所屠杀的财儿 我认为至少是3亿以上的 其实共产党这个数字有所不完全的话 肯定是超过3亿人 而不是接近3亿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共在执行这个政策当中 造成了中国的这种严重后果 现在它刚刚显现出一部分 后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显现出 所以这个中共所犯的这种罪恶 在任何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国家 那都要下台谢队等着人民审判的 这个是必须的 可是在共产专制这下 它不仅现在就是说它厚着脸皮 这个为了不让人民看到 它彻底的放开这个杀人政策 而让人民很清楚的理解 中共执行了占它执政时间一大半的政策 竟然是错误 那不就等于否则它自己的执政吗 它为了避免这个的出现 故意把它改成一个所谓的三胎政策 而实际上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就是中共死不该回的一个本性的体现 那光成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按我们说 三胎其实跟放开没有太大区别了 如果平均算起来的话 那它现在它不去放开这个 就是说不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而是说要三胎 它下次可能还是说四胎 坚持不取消这个政策 这是因为坚持不认错的原因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真正的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算中共接下来实际操作当中 哪怕你生五胎 它也可能不会再拉你去强制剁胎了 它也会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它还是不会去直接说我这个政策错了 他40年了这个政策错了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给妇女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 我要是你道歉 我要怎么样 这个都不会发生 为了避免这个发生 甚至为了避免你这样想 为了避免你这样去解读 它也故意的保留这个政策还在 只是把这个幅度它会继续保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大的 其实这种危机 我刚才说了 你也别说你中共现在还假惺惺的放开散开 你就现在全部放开 你也解决不了 是 对 因为共产党公布这个数字以后 在新华社的微博上 刚刚出来这个消息 当时出现了 很快出现了三万一千条评论 其中有两万九千条以上 都直接就告诉说 我根本就不考虑会生更多的孩子 这个比例占了93.4% 大家想想 根本不考虑占了93.4% 那96%几还不是说 我就都是考虑 或者说其他的评论 真正说 我会做的 还不是占动力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 能解决吗 还有新华社后来发了一篇文章 好像到 准备 本准备放一个星期的上面 结果很快不到一天 出现了26万多评论 结果 绝大多数都是说 爱谁谁谁谁谁 反正我不省 最后共产党不得不提前六天 把这篇稿子全部下架 然后把底下的评论全部删掉 凡是被点赞很多的那样评论也被封闭 尽管共产党现在把这个东西删掉了 但是有的网友还是截图留存了 所以你从这个形式来看 你觉得共产党仅仅放开三天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能吗 这已经太明显了 所以我想中共现在在酝酿 接下来更多的七招 所谓的七招 就是让大家看了瞪大眼睛的那样的招 说不定还会学这个罗马尼亚的 七招三次库那个样 这个这个你必须生多少孩子 你要不生怎么样 这个正是我要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执政这个特征 这么从1940年以后 最大的特征就是暴力执政 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强制性的 你不听就有暴力 就有强制 所有的政策他推行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都可能是说 自愿跟你协商都是说的漂亮 最后都变成了暴力执政 都暴所谓暴力执政暴力执法都用暴力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最大的特征 所以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样 在开始的时候都是自愿的 我们鼓励怎么样 自愿的你少生晚婚晚育少生 这都是自愿的 直到后来发现推行不下去 好了开始强制了 开始强制的时候是两胎 再强制就是一胎 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生育跟这个血腥两个字 是连在一起的 强制人堕胎 强制人节育 强制人这个绝育 屡屡发生 屡见不鲜 全国普遍所有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现在要放开二胎 放开三胎 我们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会承认错误 会对那些他们血腥的压制了的血腥的财忍的去给绝育 甚至是杀害的人去道歉 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他会不会强制人们生育 因为这个现在他倒没有说 他只是放开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顾忌重演 用暴力来强迫人们生育 非常有可能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非常有可能学习乔赛斯库 设立什么越境警察 你要不生孩子那就是判罗罪 你要是敢流产 敢病 我就把你抓起来判刑 这个共产党是做得出来的 现在有些育肉的学者 看到共产党从暴力寄生 又转变成要人多生孩子了 看到转向了 有很多的运用学者 就开始给共产党支招了 好像有一个叫聂胜哲 还是什么 就直接跟你说 这个关于多生孩子问题 这个共产党党员 要起代徒性作用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 中远集团的那个主席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他直接就给共产党支招 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 他还没有生育二胎 就不允许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是使用避孕产品 这已经开始直装了 然后还有的网友就猜择 就说接下来很可能 你即使生了二胎 你要使用避孕产品 可能也要提出申请 经党批准以后才可以进行 接下来这些可能性 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可能共产党不一定 非得明明白白的把它写到法律里 但是他会这样做 各地方可以做各地方的规定 就像当年这个计划生育一样 计划生育 如果你多生一个 他让你交罚款 最典型的例子 最突出的例子 就是张艺谋第三胎 他这个第二胎和第三胎都为罚款 罚款了700多万人民币 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罚这个款式 叫什么社会抚养费 好像是这么一个说法 社会抚养金 那好 今天有没有可能说你不生孩子 要给你罚 罚的就是社会 你造成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少做的贡献 要把你惩罚 要罚你一千万 你不少生一个孩子 一千万 叫社会补偿金 对 我想这个完全做得到的 对不对 他也是可以堂而皇之的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说因为你不生孩子 整个国家就得别人生的孩子 为你养老 为你整个社会福利来做贡献啊 那你就没有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啊 当然我们要罚你钱啊 是不是 你不出人 你出钱吧 共产党 共产党要做任何的一种坏事情 它总是能找到借口 是 共产党之所以不去直接的放开这个 直接的结束所谓的计划生意政策 也是处于这个考虑 你刚才觉得立的很好 张一谋 对吧 如果彻底的放开了 彻底的把这个政策 承认失败扔掉了 就说不承认失败 直接扔掉 那接下来问题怎么解决 张一谋的钱退给他吗 连本代息都要退给他吗 还要道歉吗 那你如果要退给他 那就说明错了 那错了 道歉就是理所应当的 怎么办 共产党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对吧 你比如说我 因为调查暴力寄生 遭到中共长达七年的迫害 全家的迫害 那怎么办 共产党如果这个政策取消了 怎么办 道歉赔偿 还是怎么着 还是党魁 出面来做什么处理吗 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共产党所犯的罪恶 击中难反 他没有办法解决 他只好用类似于 这个三天化政策这样的来取代 实际上已经彻底失败的 计划上的政策 他也不敢直接放开 这就这么个状况 对 所以我个人这个估计 暴力催生 也是早晚的事 很有可能 我看到的一个信息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 有一个网友呢 就把共产党现在的标语和原来计划生育时期的标语放在一起 拍了个照片放出来 暴力寄生的标语是什么 打出来 做出来 流出来 就是不能生出来 这是原来的标语 现在呢 就是叫怀上去 生下来 扬起来 就是不能流出来 这两个标语放在一起 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讽刺 是 非常讽刺 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共接下来会采取一些手段来让这个妇女尽可能多生孩子 据有消息说今年六一的时候好像共产党已经通过什么部门给孩子花了一个礼物 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就是说 要他们多要一个弟弟妹妹这样的一个含义 当然具体都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了解 但是我听到这样一个风声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谈了中国计划生育的最新的这个动态 至于说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故技重演 使用暴力来推行他的这个所谓的计划生育让人们多生 不要让人们不生 那么我们是拭目以待 我们感谢我们的观众 也感谢陈光诚先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 谢谢李素 谢谢各位朋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